大家好 前面已经分享了交流接触器 判断好快的方法 这一期 讲一下交流接触器用了一段时间后 会发出嗡嗡响的声音 是什么原因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接触器 用了一段时间后发出嗡嗡响的声音 主要是吸和不老造成的 发出嗡嗡响的声音 它有几个方面 第一电压偏低 电压偏低 咸铁吸和不老 就是发出嗡嗡响的声音 好像我们这有220伏的电压 有380伏的电压 我们可以在线程这里 放用表测量它电压够不够 电压偏低它就吸和不老 吸和不老就会发出嗡嗡响的声音 但这个都是暂时性的 如果电压正常就不飞了 所以说如果是电压偏低了 我们 也没办法 第二种原因是 接触器 启动的时候 会发出嗡嗡响的声音 因为接触器 下面接的是 电机 电机刚启动时 电力 比较大 被产生电压降 所以电压降低 当启动的时候 就会发出嗡嗡响的声音 这个也是暂时性的 只要启动正常后 不会嗡嗡响 不会产生嗡嗡响的声音 还有呢 就是 接触器的 咸铁磨损了 把这个 接触器拆开来看一下 它上面 有一块咸铁 中间这个是线圈 下面还有一块咸铁 所以是靠 线圈得电以后 咸铁吸合 如果是 那种接触器 启动很平缓的话 它不断的吸合 它就会有磨损 磨损了以后 它就会 不平整 到时候就会 吸合不老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粉尘 大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接触器 使用环境 很欧溜的时候 比如说 非尘很大 它那水蒸汽 很重 也就是水分 重 湿气大 这时候 咸铁 这个咸铁 就很容易生锈 还有粉尘大 里面有很多 粉尘 非尘 所以它也会 造成它 吸合不老 就会传送 咸铁响 这是个 最主要的原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电箱 对比一下 干净的 和粉尘大 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个电箱的 接触器 很干净 你看 这个电箱的接触器 多脏 布满了非尘 所以这样的接触器 总是会嗡嗡嗡响 因为它 非尘 大 接触器那个 咸铁 接触不老 像刚才那个 粉尘 很大的电箱 那些接触器 就是会 发出嗡嗡响的声音 它一直都在那里嗡嗡响 就像是 那种电流声 很大的那种嗡嗡响 就好像我们以前的那种 钢管 家里用 枕流器的 那种钢管 会发出嗡嗡响 但是它 还要大声 因为它那里有 那么多个接触器 发出的声音 嗡嗡嗡响的响 像刚才那个 飞尘很大 那个配电箱 因为它在那使用的 环境 很 爆料 飞尘又大 那里又有 浮蚀性的那些 酸啊 碱啊 所以说它那个 咸铁就很容易 生锈 浮蚀 也有很大的 飞尘 所以它就会 一直的嗡嗡响 就是最主要的 前面那几点呢 它都是钻石性的 一下子就 过了以后 它就不会嗡嗡嗡响了 但是它这个 飞尘大 浮蚀性大 那是场上 生锈 它就是会 一直都会嗡嗡响的 你放了一个接触器 过了没多久 它又会嗡嗡响 因为它那种 使用环境太恶溜了 好 今天内容就分享到这 每天分享 电工基础知识 和新手朋友 一起休息 共同成长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